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自己的一些成长跟一些实力上的一些这个提高 所以我希望其实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我会让我自己的作品都会成为一个经典 我的每一首歌可以陪着喜欢我爱我的人度过很久很久 然后让更远和看到中华武术的电影 这是我希望 所以其实这个梦想对我来说很大 但是我相信可以实现 因为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不可能 就算实现不了 我也会一步一步地往这个梦想上靠近 对 反正不管遇到什么 我选择的东西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会坚持做自己 平常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我就这样 然后呢 很感谢每一个陪着我走到现在的人 可能也会有很多 因为节目因为音乐因为电影电视剧之后会喜欢我的人 我希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真的可以听听我的音乐 多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也有很多 其实刚回来那时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黑我 但是我那个时候最累的时候 我看见每一个人都会很害怕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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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害怕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安提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家门都不敢出 但我挺过来了 我一直都相信 我没有做的事情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所以我到了今天 真的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了事情就是没有了事情 你再怎么编也没有用 所以走到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呀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现在已经太强大 我觉得怎么黑我都无所谓了 真的 就是你现在 对 所以真的很谢谢之前那些黑我的人给我带来的热度 真的 谢谢你们 好了 好 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 真的 我爱你们谢谢 来 子涛不哭 不然打死你 没哭我就有点激动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就像子涛说的一样 所有的不解和误会 相信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的实力 一点点证明给大家看 所以今天你们要感谢谁 伴随着 相伴着谁一起成长 子涛 好嘞 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子涛来到我们的2016百度娱乐年度人物明星感恩记